如果初初配樂樂器或配樂樂器 都是想很有型的 後來認識到阿靜 我發覺永遠不可以去到他的層次 所以唯有就是… 各位Beauty Exchange的讀者 大家好 我們是Robin 先自我介紹吧 我是古秀黎馬 我是六號 我是阿偉 我是阿偉 Hours的由來 先留意H字 有些人會知道 有些人未必知道 其實我們樂隊有一個傳統的 就是出專輯 就是跟英文字母順序 剛剛好 其實現在是2018年 回想回10年前 2008年 9月就是我們出第一張唱片的時間 剛好就是發碟10年 這段時間 令我們聯想到 其實Hours這個詞很有象徵意 很有力量 如果真的在做這張唱片 開始組樂隊的心態 純粹是開心的 但當你有自己的作品 當你想分享有一點野心 你就會想走多一步 幸運地反應好 公司的支持 在那個環境 很多人都會留意我們 所以令我們可以繼續在這個圈 做音樂的生存用 Gro-Bang的名字 我想那個時候 開始有一點轉 Gro-Bang就已經有一點不同 那個目標 是你覺得 因為你的音樂影響到人 影響到其他人 你就會覺得有些使命感 想自己的作品 除了流芳百世之外 還可以用一個正面的訊息 可以流傳下去 唱片公司也好 或者以前的監製都會教我們 有些題材你會比較容易打動人 有些題材你會比較難 但屬於自己個人的東西 有一段時間你會覺得 個人的東西 是否未必會那麼多人公平 未必那麼想寫出來 但其實這些某程度上 就變得好像很掙扎 究竟我們應該寫什麼 才會是最好的 但我想反覆都是通過 問自己 其實那些題材也好 那些旋律 感不感都沒有自己 一直都是這樣做 自己覺得對 還有自己有feel的音樂 我想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怎樣可以 在心裡 就是用自己的感覺去寫 即未必是需要做一些很驚天動力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平衡就是 因為你自己由心出發 已經是最好的